好 同样跟数字有关 不过我们来看这是这个上市公司 第一季财宝出来了 只是高科技业整体来讲 是表现非常惨淡 我们来看代工一哥鸿海 第一季它EPS只有1.36元 那么这个数字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让外资全面下胸它的目标价 不止鸿海比较一哥广达 第一季EPS更是创下近9季的新低点 反而船产在这个时候蛮振作的 交出量力的成绩单 像是核胎车它的税后尽力 创下历史次高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口中的鸿蛇 似乎还没出动 因为手机财报出炉合并引预 只有1.72% 保而破功EPS更只有1.38元 远远低于市场预期 受到财报冲击 鸿海15号股价开盘重挫2.77% 最后以78.2元作收 外资包括卖格里瑞银 也全面下修目标价 其实不止鸿海 包括说台湾目前的NB跟PC股 尤其是下游组装那个部分 我们看到它是整体的毛利的萎缩 不止鸿海残率高科技业 似乎挨红遍眼 比电代工大厂广达 手机EPS只有1.16元 创下近9季新低点 让人不禁担忧是否日元贬值 冲击到高科技产业 PCNB下游组装的这个厂商 主要的就是在美系品牌 或是台系品牌 这些当然都是跟日系品牌 是一个竞争的局面 高科技业产丹 不过传产却在Q1淡季 搅出亮眼的成绩单 荷泰车Q1税后 净利21.06亿元 创单季历史次高 EPS高达3.86元 统一超税后净利 也创下历史次高 EPS1.94元 网品税后净利 虽然只有3.19亿元 但EPS高达4.69元 现在投资人更关注的是说 你业绩能不能长期的成长 像尤其很多传产股 它除了有台湾内需市场 它还有中国内需市场 Q1财报出炉 几家欢乐几家愁 但产业风向球 目前偏好传产 高科技业能否在Q2挽回劣势 备受市场关注 东三财经新闻 市主理杨利 综合报道